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歡迎回來 今天,我想要把之前記憶的所有動態和簡訊一併看完 裡面包含了一些,之前新年不是有超多訊息跟動態嗎? 那個我都還沒有看,有之前新年的,那還有些後來我抽到卡片的時候開啟的 我們今天一併把它看完吧,有超多,搞不好我快擺走了 好,我們來看吧 我們先從動態看起,因為我們把動態看完之後,我們回覆完之後 不是要過一段時間他們才會回覆嗎? 所以我們先看動態,動態看完之後我們再看簡訊 看完簡訊,可能動態都回覆了,我們就可以再回過頭來看動態 超多的啊,感覺看完需要費一點時間啊 因為我故意經了很多,我想說劉道跟你們一起看,所以我自己都還沒有看 好開心喔 我上次有回應的是這個 上節目,完全不用化妝的嘉賓,許莫 許莫穿這樣也好帥喔 還有這個白喜,他養了一隻小鳥 這小鳥好像受傷了吧,但他好像有把牠養起來 然後來讓牠飛走了 這個是周其樂喔 超可愛 好那開始囉,這邊有以上我都沒有回囉 我們的RG是李澤妍 偉大的音樂,能帶你超越想像,平常盡心的滋味 要回什麼? 嗯... 再說古典音樂,還是 唉唉,真的很難聽懂其中的精妙 第三個是,難道古典音樂比流行音樂更高級 要選哪一個啊? 我感覺三個都沒有說我很想要選的 好吧,因為其實我覺得古典音樂真的是有牠的美妙之處啊 所以某方面來說我算是認同牠吧 我選,再聽,再說古典音樂 我發現呢,李澤妍的動態有一個規律 你要跟牠唱反調,好感度會加越多 那我通常都是按照我想要選的,回答是回答嘛 我不會過去選的時候我覺得,會加最多好感度的 所以我感覺,我不知道啊,這個時候我沒有很想跟牠唱反調 加到好感度反而比較少 好啦沒關係,我們的白喜,老公 讓陽台上增加一點春天的氣息 這個是多肉植物嗎?不錯不錯 要回應什麼? 第一個是,不知不覺的到了春天 然後,上次的小鳥還好嗎? 還有最後一個,好想去吃太太心啊 問牠說,上次的小鳥還好嗎? 好,這樣,哇加45啊 果然吧!我甚至覺得,你會對哪個角色有好感度都是 就是,都是有原因的啊 就是你跟牠那個Tone只要合得來對不對 然後下一個,我們的阿傑西去還是不去? 這是個問題 呃,你答應了還是去吧? 你是總裁你做主,拋硬幣 好,這個我想要選你是總裁你做主吧 好,好感度加41 原來牠不只是喜歡我們跟牠唱反調 還喜歡我們拍馬屁啊 看透你了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也是我們的阿傑西的 你最近趕快想說,叫什麼阿傑西? 我叫你阿傑馬 這是,韓文的大神 因為阿傑西是韓文的大叔嗎? 你們長得很真像 像嗎? 跟我們女主角有像嗎? 看一下,第一個是,明明我長得很可愛 第二個是,我有這麼圓潤嗎? 第三個是,跟像你表面波爛不驚,內心波濤的樣子 哼,這第三個是怎樣 吃錯藥喔?還是重搖上身? 好像在寫詩喔 好,我選第一個好了 明明我長得更可愛 好,下一個喔 呃,老公,我不懼怕危險 只怕真相來得太晚 好嗎?留什麼 第一個是,這句話讓我想起大學時第一節新聞課 第二個是,我想和你一起尋找真相 第三個是,是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我想問第三個喔 好,我們看下一個喔 許莫,老公,回家路上必吃小貓跟雷露 你是要送我回家嗎? 怎麼這麼可愛 第一個是,看來你有當禪食官的成立 第二個是,難道你身上有貓媽媽的味道 第三個是,小貓可愛嗎? 怎麼沒有照片 我想要選第一個 哇,好感度這樣好少 好的,再來喔 沒想到這個年紀了 還能收到紅包 白起說的喔 紅包收了多少?有沒有分紅? 這張也蠻可愛的喔 還要說什麼 第一個是,喂 110嗎?我要舉報有人受賄 喔,原來他是警察嗎? 第二個是,嘿嘿,意不意外,驚不驚喜 第三個是,哈哈,不要太感謝我 喔,原來如此啊 原來他的紅包是我們包的 好吧,我選第二個好了 意不意外,驚不驚喜 好,再來喔 喔,李則妍,某人姐的窗花 看走了還算不錯 是吧是吧 第一個是,明明是這麼可愛的小狗窗花 第二個是,你不要就還給我 第三個是,沒想到你真的貼上去了 我想要選第一個 哇,好感度這樣好少喔 還是因為他是新年的動態喔 不知道啊 好,再來喔 白起,可紅無一人的快速公路 帶著小黑跑一圈 小黑好像是他的,機車吧 很重機 看不到東西啊 只有,嗯,花瓣 春節一點都不塞車 感覺整個城市都空曠了許多 然後再來,別騎太快,注意安全啊 選第二個好了 哇,加40啊 感覺整個城市都空曠了很多 好,再來喔 腦工,新的研究似乎不太順利 怎麼了 這是你的實驗室嗎 感覺好眼熟 第一個 居然有你不擅長的東西嗎 再來 是那個神神秘秘不能告訴我的研究嗎 第三個是 我要為你施下幸運的魔法 這樣一切就能順順利利了 第三個這種話我今天找不出口喔 我覺得有點太,太夢幻了 比較不是我的風格啊 你們是很夢幻女神嗎 你們會對你們男朋友講這種話嗎 好,我看一下喔 我要選什麼呢 我想要選說 是那個神神秘秘不能告訴我的研究嗎 張二時,她好生氣 許莫你好難搞啊 加了好感多這麼少 好啦再來 這樣落日下的天空 總覺得眼前景色不太真實 第一個是 下次希望能見到這樣的景色 第二個是 今天怎麼這麼文藝 第三個是 太美好了 所以才不真實嗎 我想要選第三個 好有進步 好白喜 想換一盞客廳的燈 有什麼推薦的嗎 怎麼穿要換燈 我覺得我家這種還不錯 最近很流行羽毛燈來著 我想要選啊 我覺得我家這種還不錯 再來喔 偶然發現一家很有趣的店 什麼店啊 在哪裡 正好新節目還缺一家小店呢 看著好溫馨 我也想去 你怎麼看出來的 根本沒有照片啊 學長 你居然一個人吃美食 原來是好吃的餐廳嗎 我要選這個 學長 偷吃都不咎的 好敢肚醬二時 感覺 我要修回剛剛那句話 看了我跟白起得通 也不是很合啊 好再來喔 周祈洛 超可愛 今天參加了綜藝節目 第一次嘗試自己做飯 這麼厲害 你真的不擅長這個 放棄吧 哇這個太好了 第二個是 黑黑暗道理 再來那個 那個試吃的嘉賓還好吧 我選第三個好 少 加二十 唉 看來這四個男主草 跟我都沒有緣分啊 我們緣分到此為止 再見 不送了 好再來喔 周祈洛 早上睡醒 發現自己躺在地板上 好冷 不要睡地板呢 感冒就不好了 或 或者是 相信我睡袋 比較適合你 你冬天 都是睡地上的嗎 我想逗他一下 加二十 唉 你們真難搞 你們再這樣子 以後不出席囉 好再來喔 我們等一下 這是 陸遇兩隻不太乖的眼貓 好可愛喔 一大一掃喔 今日吸貓成就 三分之二 什麼意思啊 想不到你是這樣的總裁 感覺似乎一有所指 我想要選第一個 雖然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意思 加四十 再來喔 狼人遊戲意外的很有趣 什麼是狼人遊戲啊 被消滅了最多次的我 表現一點都不有趣 不要以為我沒有發現 你一定有在偷笑 或者 跟你們這種高至上的一起玩 只有被虐的份 喔 我不想要選第三個 因為我覺得我也算高至上吧 自己說 講個題外話 我的智商功能身高其實差不多 好啦我們要選哪一個 選第二個 好了 不要以為我沒有發現啊 你一定有在偷笑 然後其實他有在笑 被發現惱羞了 所以好感肚子渣二十 好再來喔 Pocky的施法有什麼特別的嗎 最近不是很流行嗎 一起吃一根Pocky 然後咬咬一咬 就咬到輕輕了 你居然會吃這個 其實Pocky有些吃法很特別吧 想到你是這樣的學長 選這個好了 張二十一 太好笑了 好再來喔 我剛剛包的餃子 是不是很可愛 真的好整齊喔 你好厲害 是超可愛 或者圓圓圓圓圓圓的看起來很有福氣 你不輸還沒看出來是蛇子 我想要選第一個 看來我真的是不會逃他們開心啊 喔算了隨便你們 許莫 在雪原與星空之間 你是唯一的色彩 好感傷喔 其實啊這個是有原因的喔 之後我們看某個約會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討論這句話的含義 現在先不要劇透大家 喔我也很喜歡這句電影台詞 因為我穿著紅色的閒眼嗎 咦 你什麼時候拍照我的照片啊 我在哪裡 我在星空裡嗎 好啦選 選第一個好了 加四十五 所以許莫喜歡認真回應的 許莫喜歡認真的這種文青式回應 然後李澤言喜歡拍馬屁股者 反對他的回應 然後周其洛喜歡 稱讚他的回應 白氣呢我不知道 性格多變 新年前抽到了大胸 喔 沒事沒事 抽到大胸 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很厲害了 或者沒關係 其實在數字上可以畫著 第三個是 是論阿謙不是新年前喔 那天你抽的時候沒注意嗎 喔 選第二個好了 許莫 轉瞬即逝的燦爛 和你記憶中是不是一樣的呢 筆記裡的好好看 今天玩得很開心 謝謝你的新年禮物 我想說今天玩得很開心 又生氣了 一定要聞清才可以 我感覺選那個記憶中的更好看會加更多 好周其洛 看那朵雲 像不像一隻樹大的雞腿 真的呀 好像阿 旁邊還有個棉花糖 嗯 三個我都不想回應阿 第一個是 你怕不是餓術患者咯 第二個是 可能是我小巷力缺乏 怎麼看都是系團白雲 不會阿 我看到好多各式各樣的甜點蛋糕阿 好像有點 也被勒令減肥咯 選第三個吧 走圍的來一次圖書館 陽光很好 耳邊是諾比的聲音 像是安靜的鋼琴曲 今天的學長竟然這麼文藝 學長的畫風竟然一點的不突兀 這麼草 我也在圖書館 選這個好了 啊 加20算了吧 有你在很高興 哇我們又進了呀 太棒了 嗯 沒想到你也會去同學會 好多同學都大變樣了 你是 選第三個好了 你是 逗他一下 然後周其樂 誰說我家就看不到煙火大會放的煙火 至於簡直是最佳角度 太美了吧 超美的 感覺比廣場看的效果好 要的是大家一起的氛圍嗎 早知道我去找你了 選第三個好了 加20 好再來 怎麼會有那麼多人願意出門來參加煙火大會 多好看啊 那麼多人中也有一個您 這不是過年的傳統嗎 選第二個 果然吧 她喜歡我們逗她 唱她 再來喔 一朵美麗的花 是該摘下她 還是去浇灌她 第一個是 可是你今天摘下的話 明天就見不到了 第二個是 也許保留住她最美的模樣也是一種選擇 或者那是你的花嗎 選第二個好了 周其樂 今天是被採訪的市民周先生 哼 普通市民周先生 看到新聞的時候 唱一把水噴出來了 這說明你的衛裝很成功 選第一個好了 好再來喔 李則彥 謝謝某人的保溫杯 用才很不錯 第一個是 我還配了枸杞 記得一起泡水喝 你果然不知道保溫瓶什麼意思 不客氣 多喝熱水 這個保溫瓶啊 其實好像是一個大陸的梗 就是好像某個 大陸的 以前的樂團的那種 樂手吧 以前年輕的時候是施炸風雨 然後現在進了中年 她也被人家看到用保溫瓶 裝熱水然後加枸杞 開始養生 所以保溫瓶變成一種 暗示你邁入中年的一種 呃 象徵 在這裡在瘋子裡 則也要邁入中年了 所以我們要選哪個啊 我想要選第一個 故意豆湯 我還加了枸杞啊 記得一起泡水喝 豆一豆湯 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這樣吃下去了 好選這個 加四十五 好好笑 她被我們逗了都不知道啊 還默默好感度加四十五 今天營業 呃 哇 這算是老顧客福利嗎 好預告 啊 今天加班好遺憾啊 太好了 我去告訴周其樂 這個不太好吧 讓她吃醋 選第二個好了 今天加班好遺憾啊 莉莎化妝師 你哪位 可以不要偷拍我們家其樂嗎 一直喝牛奶的偶像 啊我不管 她太可愛了 隨便你 封鎖你 許莫 讓我想想 有多久沒來我的講座了 我錯了 體鞋泡芙正在來的路上 不要生氣了好不好 選第二個好了 體鞋泡芙正在來的路上 白起 好久沒回高中了 一切還是老樣子 自拍就自拍 還要裝作不看鏡頭 忘不了的青春回憶 教學大樓重新粉砂過 沒注意到嗎 你去哪裡了啊 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了 選第三個好了 白起 不喜歡戴領帶 但是沒辦法 誰就要吃她送的 我送的嗎 你戴上去真的好帥 啊原來你不喜歡 下次送你領結 選第一個好了 你戴上去好帥啊 周祈洛 夜晚一定是胃和心 最寂寞的時候 重點是胃吧 解決良法 吃宵夜 週晚吃東西容易變胖 選這個吧 吃宵夜 新歌的MV裡 嘗試了紋身的造型 超帥氣 一定超帥氣的 這種不良感 超級帥氣 這種風格不適合你 滿滿的違和感 你固然什麼風格 都能駕馭呢 我想要選第二個 唉 我跟周祈洛 非常的合不來啊 我感覺我選她內容 超多加20而已 許莫 聽說年後上班的第一天 要有一個紅包鼓勵士氣 他說的是開工費嗎 難怪 我還想你怎麼突然包紅包給我 我剛剛發給你了 我來看 �委 選第三 science 假27 沒有的 Sabia 有才嫂 美封tuilippo 在運動嗎 滴滴滴 原來你是這麼自戀 週祈洛 增加3斤的肌肉 厲害 嚇 長二十好隨便利啦 我討厭你一開始 你們過年有胖嗎 過完年之後我卻老下體重了 意外的 竟然沒有變胖 這家超市的食物種類太少 有酒場擺下來的重新改造的衝動 便利商店嗎 我也覺得 改造任務送給我吧 連去上超市都這麼想法 選第二個 七月旅行倒數計時 就結束還有三十天 能不這麼幼稚嗎 能不讓我這麼丟臉嗎 能給點面子嗎 什麼七月旅行啊 我不知道啊 選第一個好了 你這個幼稚鬼 塞車的時候聽唱一首巴哈的 Error on the G string 也有效緩解焦慮情緒 嗯 是上次你在車上放的那首嗎 怪不得聽起來耳熟 我看到有人說塞車的時候放古典月 特別有實實感 這個太好笑了吧 選這個好了 我加50 好好笑 連藏在地板上面的零食都被沒收了 今天這是無人血灰暗的一天 哼 別掃瞞過我的眼睛 等你剪了三公斤 再淋你零食吧 或是我們沒收的 我有這麼慘不忍到喔 過了一個假的冬天 說好你下雪呢 真的 今天冬天好暖啊 暖冬啊 不下雪的冬天 怎麼可能是冬天呢 打雪這樣的較量看來真的明年了 過了一個早的冬天 居然一頓火鍋都沒有吃到 選第一個好了 難過的時候 我的懷抱永遠為你敞開 哇這張圖好好看喔 對不起 今天在裡面閒失太了 謝謝你安慰我 我最近壓力有點大 不知道為什麼第一時間就想到了你 選第三個好了 好我們還要投稿喔 哇超多的 不小心看太久 我們要看快一點啊 要被影片太長了 是我們直接全部 全部發布喔 然後等一下再一邊看 劍超多的 冬除了新年的動態之外 還有每周任務的嘛 他們推出來的進去 他們可能就回復了 我感覺喔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看簡訊了 看動態就花了好多時間 沒想到我身邊 竟然有一個能一天通關色交樂的大神 我要向他學習 李姊彥回說 給我時間玩遊戲 沒時間就好進行匯報 吃醋了 吃醋了 不像某人 純潔不進的胖三公斤了 是說周期落嗎 哇白起回應了 你太瘦了 周三公斤爆彩完全不成問題 哇白起好暖喔 其他人都不回應啊 可惡 今天下樓拿他月月一起盯的外賣 小哥 要三雙還是四雙筷子 我 問好問好 超好笑的 就是我們訂太多嗎 又發現了身邊一名隱藏唱將 許莫啊 我以前 你尾牙就像KTV了 羨慕 許莫 能得到你的肯定是我的任性 月月 啊 我又要被剩粉了 咦 我為什麼要剩佑 錯過了高中的元旦文藝表演 就是同學會不能再錯過了 但還有個採訪 不知道能不能順利收尾 白起 地址給我幫你過去 這次笑話中要登場了 瘋狂歡呼 寒野 許莫 採訪有我在沒問題的 這個呢 舉此新年來臨之際 就朋友圈的各位 就是直接 我們直接引誘月月的喔 什麼 財源滾滾來 勝過李總財 桃花朵朵開 撩過許教授 夢想亮晶晶 賽過周其樂 青春催催安 贏過白警官 太好笑了吧 老闆 憑你一下年是開心了 但你有沒有想過後果 有時候真想大喊一句 你就在辦公室別動 我先去幫你買個橘子 再回來幫你改方案 怎麼了 老闆 你確定分組顯示了吧 我以前 我是李澤言 你隱藏我 呵 呵 笑 笑 笑死我了 他們說這個分組顯示 應該是指說 誰可以看到什麼內容吧 最近總是做噩夢 還好有你的電話 說你是許莫嗎 不知道啊 據說吃了皮沒有削斷的蘋果 感冒就會馬上好起來 栗子言說的迷信 月月 據說半夜十點對著禁止削蘋果 你會看到 什麼 月月給你一分鐘刪掉 什麼東西這麼可怕 不要嚇我 求助偉大的FB大神 令女士最好的Kevin在哪裡 不要推銷卡的那種 Kevin是什麼 老公 是誰 周祈洛 我認識我認識 我帶你去 韓野 Kevin就是理髮師代稱啦 你這些沒文化的傢伙 除了我白哥 其實我也不知道Kevin是理髮師啊 有這種說法喔 最近看了部犯罪懸疑片 感覺男主角很像學長 白請 該不會是個反派吧 不是不是 絕對不是反派 好我們開始回覆囉 許莫說 是不是證明我已經獲得了你的認可呢 周祈洛 就是看來只能讓布警老師員工降水啦 周祈洛 女蝦饒了我吧 李澤言 和時間放慢的感覺的確有點像 然後李澤言 我們刷幼稚 他說方便記憶 李澤言 財務報寶先發給我 真到一個沒改造喔 真假的 行動派的 周祈洛 錦衣死紀念我即將失去的 公二頭雞 二頭雞要失去了嗎 不會吧 很快就練起來了 許莫 嗯 紅包的事情 嗯 如果再加上一頓打氣的晚餐呢 然後周祈洛 我們說他帥氣 他說是吧是吧 我也這麼覺得 然後 他說吃宵夜 我們跟他說解決兩方吃宵夜 他說對阿 偷偷滿著經紀人去吧 經紀人馬上回應 我見你回家前才吃了兩個蛋糕 白琪的領帶 我們說他帶上去好帥 他說我不帶也帥 白琪 你手機被倒上號喔 太不像你的風格了 然後這個回高中 問他去哪裡了 他說他的琴房 琴房了 那不是以前他偷看的女主角的地方嗎 然後許莫 我們說我們提著泡芙在來路上 他說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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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李澤言今天營業 嗯 他說今天會營業到很晚 當然 不是為了你 我懂的 講反話嗎 然後 訪問品也是行 李子言說好 難得你也有貼心的時候 真的很好笑喔 周祈洛的採訪 周祈洛說 我只是出去買包薯片 誰知道會被採訪 經紀人說這個記者太沒眼力了 令我們祈洛認不出來 真的誇張了 許莫美麗的話 他說你也會有這種選擇嗎 然後李澤言 他說怎麼會有人出來看煙火 我們說那麼多人中也有一個寧 然後他說我只是怒過的 不願意承認 周祈洛看煙火 我說早就要去找你了 他說 那就這麼說定了 明年的煙火大會要和我一起去 好吧 老公 我們問他說你是誰 他說是你 這句話太好了 然後圖書館的 他說我也看到你了 然後周祈洛 他說不要揭穿我 許莫的用花棒 今天晚上很開心 然後他說和你在一起我也很開心 你真的開心嗎 好感度假20 我看透你了 好 這個 白起說 他已經被風吹走了 什麼心靈的大胸圈嗎 唯一的色彩 看著你的時候突然就想到了 好 小可愛的小子 真有眼光 我決定要分一些給你吃 好啊 有福童長 來一起的parking 我們跟他說想不到你是這樣的學長 他就怎麼了 韓野說 嘿嘿嘿 白哥我待會兒告訴你 然後你就可以找老闆實踐一下啦 好主意呀韓野幫你加薪 狼人遊戲 他說乖沒有 真的沒有偷笑嗎 李哲言 想盡的話你去看看 貓這個我不太懂了 周祈洛的睡袋也不錯啊 就是不舒服 還有綜藝節目 做飯的 他說為什麼大家都不試吃我做的 然後白Seed 我跟他說你居然一個人吃美食 他說想吃的話下次一起去吧 真的嗎 韓野還要電燈泡 白哥 別忘了帶上我啊 封鎖你 我感覺我封鎖好多人 小花客廳的燈 他回我門可以 把你家的燈的名字告訴我 然後許莫的 眼前的景色不太真實 問他說是不是太美好所以不真實嗎 他說嗯真的很美 還要研究 問他就是那個不能告訴我們的實驗 他說對以後會告訴你的 然後高速公路 他說在路上看見的風景也變得不一樣了 李哲言窗荒 幼稚 到底誰幼稚啊 受不了 白喜的紅包 驚喜交渣 那你怎麼不包回來啊 包個三千鑽石就好了 我不擔心 許莫的小貓 他說可惜進大樓後小貓就不見了 好可惜喔 白喜的危險 問他發生什麼事情了 他說沒事 然後李哲言玩偶 我們說我們長得更可愛 他說有嗎 然後李哲言這個 他點點點 不回應 白喜的植物 問他小鳥好嗎 他說 既然恢復得差不多之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飛走了 最後一個囉 李哲言的音樂 他說明晚的演奏會要一起聽嗎 好啊 沒有想到動態我們就看了是不是走啊 因為我記憶太多 我把之前的 舊任務的留言 還有新年的動態都記在一起都沒有看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可以沒有時間看簡訊啦 我們下次再來看簡訊好了 我簡訊也記超多的 好吧 那我們今天晚上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 分享留言 還有別忘了訂閱喔 感謝收看 掰掰 他ике laughter 他喜歡 我沒有想到 李哲 smart 李哲